為了拍到滿意的畫面 常常一個鏡頭拍了好幾次 還拍不好 用錯手了 不論是出國旅遊或是拍Vlog 我都是一個超級新手 要在體驗旅遊的當下 同時把這些經歷紀錄下來 真的很難 而且 這裡是日本 卻到處都有人說中文 對著鏡頭講不出話 除了因為口才爛 還有怕尷尬 那就讓畫面說話吧 觀光客大多是來這裡拍照 但這些特別的建築 當然不只有網美牆的作用 鳥居 是神的世界和俗世之間的通道 日本人建造鳥居 表達對神明的敬意 柱子上刻著捐贈者的姓名和建造日期 象徵從古至今 世世代代日本人延續的信仰 但誰說信仰對象只能是神明 雖然這個轉場有點硬 或許對他們來說 寶可夢才是信仰 這裡才是他們的神社 是盜頓哭還是盜頓爵啊 Vanilla Yeah Nine Thank you 謝謝 晚餐的選擇很多 但人的注意力有限 所以店家設計浮誇的招牌 為的就是被人看見 這叫眼球經濟 冬天閣 但我可不會輕易上鉤 我不是沒做過功課的肥羊 這個價值500多塊 算了 至少還能拿來當影片素材 來到環球影城 像進入另一個世界 我們進入哈利波特的世界了嗎 兩個講不同語言的人也能對話 不愧是哈利波特的世界 雖然還是有人不懂魔法 也許他是個麻瓜 實在是太好玩了 哈利波特 吃掉 遊樂設施大多都禁止攝影 所以只能在外面亂拍一通 然後夜間奇觀遊行就開始了 我敢保證 光看影片 絕對無法體會現場的感動 所以錄了幾個片段之後 就決定放下鏡頭 把畫面記在腦海 比存在雲端來得重要 要走了嗎? 不想回家 不想回家 不走回現實 不走回現實 我要住在這裡 住哪? 在大阪的最後一天繼續採點 早上去了黑門市場 吃了草莓大福 生魚片 豆漿 還有頂級和牛 這個老闆歡迎客人拍照 把自己當成火廣告 下午衝去大阪城天守閣 為了趕時間 我們搭了油園小火車 所以不費摧毀之力 就已經到天守閣下方了 爬上頂樓看到風景都被桿子擋住了 有點失望 傍晚去了藍天大廈看夜景 360度的空中庭園 從這個角度看夕陽超美 而且沒有窗戶反光 比阿伯爺掌望台更好拍 晚餐吃機場裡的麥當勞 因為回程的班機是早上八點 今晚要在機場過夜 和出門的時候一樣 還是有很多隨手亂拍的畫面 但至少開始敢對著鏡頭講話了 現在又走回去睡覺的地方 我們不是睡這個地方 我們睡的地方 是要付錢的 一下子 過兒子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